詞曲 李宗盛 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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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涉算是一個溝通的工具 其實是溝通的 真的溝通 有時候要知道說 有話說齁 七彤鴨獎 有話說什麼 有話說的人跟聽的人 完全都在講兩件事 這個應該 有講過幾次 以前的學員也都覺得很好 我們爭到一個阿伯了 我們坐飛車在這邊就說 他們小孩在台北要來台北看小孩 所以他就去打車票 打車票要來台北 他坐的是我們萬車 普通車的車票 他去坐的時候 坐一坐就坐到快車的 坐的時候 那個車長 列車長就來說 阿伯阿伯 你這車票要補票 阿伯就列車人說 補票 票加就加 要怎麼補 加也是你們家的 你為什麼要補票 這個列車人說 阿伯不是啦 補票不是說 我把你給我補 是說 你的車票是萬車的 這台是看他開得比較快的 所以你要補錢 阿伯就來說 沒關係 你如果手機叫他塞得比較慢 我又沒空時間 為什麼就要塞得那麼快 有沒有講錯 這列車長講的也是事實 但是這阿伯他想的也沒有錯 他講說 你說 奇怪的 我來我們政客那裡 我騎到警察來 要開紅燈 騎手機還不行 你這車開得比較慢 叫你開得比較慢 也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說 有時候講話來講 這溝通來講 就各自 各自講的 不知道在說什麼 不會這樣啦 請家裡這樣 其實預算來講 這是 這個有的時候 說起來是 我們把它一開始講 講說這預算這是一個 在要從事公共領域服務的人來講 應該要了解 事實上講起來 這也是一個現代人來講 一個什麼樣子 一個生活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能力啦 就是說透過這種數字 來表達 來進行溝通啦 這個 以前我們說像飛機 這個說起來是 說實在是有點枯燥 有點冷屁 但是就是說以現代的國民來講 大概我們應該來講 除了說你要從事公共服務的 你需要知道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動作一個現代國民 一個基本的一個能力 一個常識 就像像以前 就是說我學開車 可能我是想要當 我的職業想要當司機對不對 但是現在的人 是不是大家都有學開車 哪一個人說我去學考駕照 我是為了要當司機 不是 我可能我只是說什麼樣子 我學會開車的話 只是說我要過現代的生活 我如果不會開車是會很麻煩 並不是說我學會開車 我就要做手機這樣 所以以前來講開車是一個 專門的技術或專門的職業 但是以現在來講 現代的人來講 現代人來說開車只是一個什麼 基本的生活工具 生活技能而已啊 那同樣的預算這種東西來講 在以前來講 可能是一個什麼 一個比較專業性啊 現在來講可能 我們現代的人來講 你可能你有一些 這種預算的一些概念的時候 最少來講 不管在你個人 或者是在公共領域來講 你才比較容易可以跟人家進行溝通 這是我想這是我們今天上這個課 可能我個人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感想 所以就是說盡量的課程內容 我們就盡量用比較簡單化啦 所以有時候我個人也覺得很佩服各位啦 這些預算的審查 這其實講起來是很枯燥的 還講起來是很專業 那我們可以用兩個多 各位來講可以用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就要來學這個意思 真的各位也是真的很不簡單啦 那當然我也更很佩服我自己啊 這麼樣子枯燥的話題 謝謝 好我敢說要用兩三個小時來跟大家說明介紹 因為這個口來講其實 如果真的講起來這件事很枯燥 講起來有的人一般聽起來 大概應該聽了一半就要開始有很多人睡覺 但是我看起來是很不錯的話 最少我們大家很少人在睡覺 其實看不到這樣 這點是真的是很不簡單這樣子 好我們繼續再來我們的課程 好因為我看我們人也大部分也都進來了差不多了 我們就繼續我們的課程 好我們現在再來講的就是說 預算編制常見的一個缺失啊 就是說我們要進審查的時候 我們就看這麼多預算編制 有很多的很多的這些書師 我剛才有講 這個書師是站在我們審查者 我們說沒有 我們剛才說預算編制是誰編制 行政單位對不對 他可能會自然看到的書師 但是搞不好如果站在行政 沒有那是他們的 他們故意要有的這樣子的一個錯誤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我想這個書師有很多啦 我全部都把它打出來好了 好那我想跟大家介紹的這些常見的書師 大概我個人認為說這幾個是比較重要的一些書師 當然還有沒有其他的當然還有很多啦 還有很多的書師 但是我想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幾個這個 第一個就是說 預算的編制 為配合國家總資源跟供需的一個模式啊 就是說你的預算來講 你編來講 就跟你的整個的政府的這個 總資源的模式不配合啦 我們我們知道說 比如說像馬英九在上市選總統的時候 他講633 對633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的經濟的成長率GDP要達6% 但問題是從他當選以後 我們台灣什麼時候經濟成長率是6%的 從來沒有啊 但是你如果說這個有兩個 一個就說那是選機 親在公共的講完就算了 第二個如果說你真的完全照他6%去編我們的預算 那怎麼樣子 我們的預算準不準 一定是不準吧 因為事實上我們的經濟成長率從來沒有到達6% 但是如果總統講到6% 那如果我們根據他的那個模式來編的話 那這預算一定都達不到嘛 所以說我們要看就是說 你預算的編制有沒有跟這個國家的總資源 或者是供需的模式是不是相符啊 因為你如果不符的話就變成說你 你編制的基礎的基本假設就不會這樣 所以這一點的話我們是可以去從比較更高的一個層次去給他看說 這個政府的預算變得好不好這樣 第二個常見的缺失就是說稅入低估造成國家資源的閒置扭曲公共政策 這個稅入低估這個前幾個禮拜大概前三四個禮拜 各位有沒有印象 這個報紙上還寫說我們財政部還在講講說 我們這個上半年來講 我們的營所稅啊超真的一百多億啊 這個聽起來要不要高興 如果說在我們個人來講 我如果說我突然覺得說我的收入我有低估 我的收入有比我預期中多出來的一百萬兩百萬 是不是很高興 我本來按照我今年收一百萬 今年我收了兩百萬 我可能我中了樂透 高不高興 再高興 再對我們個人來講 如果說我們能夠超收的話 是不是要很高興 但是如果說在政府單位 如果他他在講講說他的營所稅超真的多少 一百多億的話 我們要不要高興 其實很多很多人財政部長是很高興 但是其實我們真的給他講 他這樣子來講 是不是值得高興 不是喔 因為什麼樣子 為什麼我們營所稅會超真 大概不外乎兩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今年的景氣 真的是比預期中好很多 對不對 但問題事實上我們有沒有好 沒有 所以這個原因不成立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什麼 當時你編的時候就是低估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的稅路是不是低估 那在這個財政部來講 他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動機會去想要低估他的收入 會 因為他低估的話是什麼樣子 是不是他的目標比較容易達成 那他如果達成的話 他是不是甚至 他如果比較雄了 他可以接著什麼 喔我們超真的以後 我們就來怎麼樣子 要來技工要來續講 可不可不可能 可能啦 但事實上來講 我們如果比較理性來看的話 他這一個低估的話 其實沒有不值得高興 而且反而是要代表你當時的估計是 嚴重的失誤啊 為什麼 因為你低估了以後啊 會造成你閒置的資源的閒置 或者是公債政策的呢 因為我們剛開始有沒有講講說 我們是量出為入對不對 你的支出如果一定要 那你收入稅收如果低估的話 說不定當時你為了要這個支出的話 你本來你可以 你如果說精確的估計的時候 你不用去發行公債 你現在因為當時來講 你已經去發行 你就先去借錢了 你現在再來跟我講講說 這借來的這筆錢不用了 這樣好不好 借錢要不要還要還 借錢要不要付利息 要付利息 其實這樣子來講 是我們整個的財政 我們的國庫的調度 是不是就有問題 所以說 第二個來講 我們在看他編預算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行政單位 他會有這個動機 會盡量去把他什麼 收入把他低估啊 但是其實低估的話 這個並不是一個好現象 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去把它注意啊 他這會不會扭曲 我們的公債政策啊 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稅初的結構無法均衡發展 各項國政啊 這個我們知道說 我們總共的國家的資源 我們的財政是不是固定的 你如果說用到什麼地方以後 什麼地方就會有排擠的現象嘛 對不對 那其實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的一個發展 是不是各項的政策是不是要 國政是不是要均衡發展 你是不是說 你如果排擠的教育 你是不是說教育花的比較少的錢 其實對我們的下一代是不是不好 那你如果說排擠的內政 說不定你社會福利支出不夠的話 是不是對弱勢的人民的照顧就不足 所以說這個我們要注意的是說 你的稅初的結構最好能夠均衡發展 各項的國政的需求啊 好那這個像以前啊 早期的話我們在台灣的話 我們都是說什麼台灣 台灣主要我們政府把我們台灣定位是什麼 是一個反攻復國的什麼的一個基地對不對 所以我們所有的所有的經費都用在哪裡 是不是國防比例就特別高 因為我們都在想到要什麼 要反攻大陸啊 這個現在想起來是真的是 現在想起來我們覺得說 現在如果再跟人家講講 反攻大陸的話 人家會說你在講什麼 會不會覺得你像神經病一樣 但是我記得以前我當兵的時候啊 有時候那時候我們真的台灣很多 尤其那部隊裡面有些士官長啊 有時候他在講到這個話題 講到反攻大陸的時候 我們不以為難的時候 他就說他會講講說 小老弟啊你不要這樣講 哪一天我們雙十節夜兵啊 或演習的總統一個命令 我們就打回去 他們還活在那個 所以在早期的話 我們台灣有很多人是想要反攻大陸 那想要反攻大陸的情形之下 是不是就把我們比較多的 這些的經費或預算都用在哪裡 國防裡面啊 那你知道國防如果用的比較多 相對我們的一些 經濟的建設或教育的投資 是不是就相對會受到排擠 所以說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要來看一下說 他的稅出結構有沒有均衡發展到 各個各項的國政啊 我們如果說太偏重於哪一部分的話 或哪一部分被排擠的話 這個都是不利的 那第四個的話就是說 中央政府給錢的財政影響地方的自治發展啊 那這包括的是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 還有什麼 最近以後會越來越嚴重的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啊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台灣來講 以前我們的政府的目標是要反攻大陸 所以我們都是要採取什麼 中央局錢嘛 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是要反攻大陸 都集中在什麼 中央政府 所以在地方的經費是不是就很少 不要說以前到現在來講 你像那個比較鄉下 像我是彰化人來講 我們的彰化有些比較鄉下 一年的預算 一個鄉的預算才多少 還不到十億啊 那你像十億裡面 付掉人事會裡面 以後剩下能夠有多少錢 所以能夠光那個地方 基本上剛剛修水溝清水溝 搞不好就剩下所剩不多 這個就是說什麼樣子 我們在中央集權的情形之下 地方來講可能的經費就會被什麼 被壓縮啊 那壓縮的話你沒有錢的話 你說你地方會要做什麼地方自治 那就比較不可能啊 所以說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 這個在以前是非常嚴重的 到現在來講 其實也並沒有改善很多啊 那除了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以外 現在來講又有一個新的可能也是 在未來的這幾年也會很嚴重的就是什麼 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啊 以前地方政府來講以前台灣是只有什麼 台北市跟高雄市是兩個什麼直轄市對不對 所以台北市跟高雄市直轄市他跟其他鄉鎮比起來 他經費又比較多一點 所以有沒有 那現在來講我們到今年年底的話 連桃園又要再變成直轄市 我們就變五都變六都了對不對 那這個六都之間來講他們你說桃園跟台北市能不能比 可能雖然同樣是直轄市 可能直轄市跟直轄市之間還是有不一樣 那直轄市跟直轄市不一樣 那其他非直轄市呢 以前是說你除了台北高雄以外 那其他反正其他鄉鎮各縣市鄉鎮的話 反正大家都大部分人都一樣的不足 就大家都不足這樣 現在來講六都了以後 那其他非六都的呢 可能這個問題也是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地方地方與地方的不平衡 這個是我們在進行這個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大概可以預期的是 這些問題的話都是我們要來注意的 那另外第五個來講就科目編制不當 隱藏性的預算嚴重 這個我們知道說會計來講 這些的話就是說他科目的這些編制的不當 這個我們知道說像我們剛才有講 在以前前幾年之前我們大家都在罵說 我們很多的預算都用在哪裡 都用在國防對不對 那政府好啊那如果大家罵的話 他們就要來改善 怎麼改善 他們這個就把很多的科目做一個調整 這個比如說像以前大家罵說國防預算太多 我們教育金會不足 那政府就怎麼樣子 他們就好吧那有些就做一個調整 那怎麼調整舉個例子來講 他們就把說比如說三軍官校 陸海空三軍官校 在我們的認為裡面陸海空三軍官校他們是 這三個學校是在目的是在做什麼 是不是在培養國軍的什麼軍官對不對 他其實他所花的錢其實是跟什麼有關 跟國防有關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錢是不是跟國防有關 三軍官校的錢沒有 那政府就跟他講講說這個三軍官 三軍軍官協校的話他是協校 所以既然是協校的話 所以他的金會應該是屬於教育部的 是屬於教育 他就把這個三軍官校的什麼 預算撥到什麼教育金會 那這樣子國防金會有沒有減少 有 然後教育金會有沒有增加 有 然後再來的話可能有很多 我們 我們的那個什麼 這個男我們在座如果男生一定大概 都知道如果年紀在 以前我們是不是當兵 當兵回來是不是就變成後備軍人 後備軍人是不是有的時候 還叫招點招一大堆的這些事 那這些的話其實這個跟什麼有關 是不是跟國防有關 沒有 他有時候講說這個教育招集 跟教育有沒有關 這個教育招集也是屬於教育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男生 如果你去教育招集 大概就是說來讓你看電影 然後也會做一些什麼 正義宣導啊 做一些什麼 一些宣導的動作 他認為說這個也是跟社會 社交的宣導有關 所以他就認為說這些教育 這個教育招集的金會 只要跟教育兩個字有關 他就把它變到教育裡面 那各位想想這樣有沒有道理 用這種方法的話是什麼 他就會計科目的編制不當 然後怎麼樣隱藏性的預算就非常嚴重 有一些像這種的話 他就是在跟你玩這些什麼 數字遊戲嘛 這個是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時常也會看到 剛才只是舉個例子比較大的 其實有很多單位跟單位之間 會不會玩這種數字遊戲 會啊 所以說這個會計這種東西 其實也是也是很好玩啦 這個人家說你如果問一個科學家 1加1等於多少 他會跟你講說等於1.99 正乎多少個誤差 聽起來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很精確 你如果問一個哲學家1加1等於多少 他會跟你怎麼講 他1加1等於什麼 等於陰陽 然後再開始講一套 你聽都聽不懂的東西啊 可有沒有可能 有啊 他就開始跟你講說1加1說陰陽 要講一堆你 那你如果問一個會計人員 1加1等於多少 他會怎麼樣 他就會瞇著眼睛笑著問你說 你希望的是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給你多少 可不可能 你們好像覺得不可能 好像會計聽起來很很精確是 應該是很準確 沒有 會計本身來講 你說像我們很多很多物理化學 有什麼有絕對的真理 什麼必是定理 什麼牛頓定理一定是什麼 這個牛頓定理一定是什麼 這個我當然我不能 有沒有這樣放啊 如果我把這個遙控器 我問你們說 這個如果我手一鬆的話 他會怎麼樣 會往下對不對 這是什麼 這牛頓定理一定是這樣 有沒有例外 沒有 但是會計有沒有這樣子的 絕對的真理 沒有 會計的理論裡面 我想我們在座如果有學過會計的 一定這樣 會計所講的是什麼 會計理論只有講GAAP 就是沒有絕對的真理 只有什麼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只是大家共同接受的一些原則而已啊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來講 所以會計裡面 來請 請 一边出来的话就被人家抓出来 人家就说你这个是在玩数字游戏嘛 所以现在他们大概也是不敢这样子 我刚才只是举例说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知道说 会计这种东西来讲 有很多的我们讲话说 美学就在这里 就是说你可以玩这种所谓的什么 这个数字游戏 就是说隐藏性的议算就会非常严重 那像这些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 你如果说要再进行审查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说他们在玩什么 你才知道说怎么样审查 要不然来讲 那个议算书那么厚厚的一本 看起来一定是枯燥无味 像各位来讲 能够这样子认真的听 这个已经很难 如果看那个的话 真的有很多都是数字 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另外一个常见的缺失 就是尤其这几年来讲 如果说像今年要审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来注意 就是说检讨组织再造的方案的成效 因为这几年政府一直在讲 组织再造方案对不对 那组织再造的话 大概我们要衡量它的效果好不好 大概有两个 一个要不然就是说 你用的人有没有少 用的人有没有少 一个要不然用人的 你的用的钱 一个是用人也没有少 一个是用钱也没有少 那我们知道说 以政府组织再造来讲 我们用人的机关单位 用人有没有少 没有少 其实现在他很多单位 正式公务员不用了的话 他约聘雇派遣的人 现在我们政府是 我们的派遣人力的最大雇主 其实这代表说用人没有少 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他的 金会有没有减少 这个金会这一个到底有没有减少 这一个也是值得我们来 很有 我们来探讨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议算审查 不是只有骂而已 有的时候我们也讲出一些东西来 这些东西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说 有没有笑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检讨组织再造方案的话 议算也是一个 我们可以来探讨他的这些的一个项目 那再来的话 我们常见的第七个这些缺失就是说 补办补助啊 委办或补助的费用忽烂 这些有可能是变成什么样 拿去变成是说他们的政府的做什么 广结人脉啊 或者是寻生的 或冲他们的 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政府有很多的钱 这个拿去做什么 这些补助啊 或委办的事项的经费啊 但是这个钱可能拿去做什么 他这一个比如说给县长 县长可能这些 比如说你们几个是我的装脚 那有这笔钱的话 我就给你们 就把这个钱给装脚分掉了 或者是说像类似这些的话 都是非常严重的 都值得我们在预算审查的时候来注意啊 这个在上个会期 就是在五月底 五月底的最后 上个会期最后通过一个案子是 你们知道立法案通过最后一个案子是什么案子吗 是有关这一个什么六年六百亿的什么防洪治水预算 那这个防洪治水预算来讲 这一个其实这个案子来讲 我想包括国民党民进党台联党甚至任何个政党任何个立法 有没有人敢挡不敢挡 因为怎么样 你这个防洪治水来讲 这个你如果说这个把他挡了以后哪一天真的 我们知不知道台湾哪一天会不会做会不会那个发生水灾或水患 这个都跟人民的生命财产有关 如果说你把他挡了以后 如果真的哪天做大水的时候会不会被骂死 所以政党来讲没有人敢挡 但是这个没有党的话是不是真的就没有问题 其实这个我个人认为说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还是要持续去追踪 因为这个六年六百亿 这已经是防洪治水第二期的计划 它的上面还有一期是什么 八百亿第一期的防洪治水计划 但是你知道说那个防洪治水计划的话 其实那么多钱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看的话 它到底有没有效果 这个你知道说这个有时候看的话 有真的我们真的人家讲说真的看起来真的 人家说会吐血真的也是这样 这个钱有很多是到各地上 他去的时候治水的话 他可能比如说他这个县政府 他分配到五十亿一百亿 那他怎么样子 他的这些治水的话 他可能就是他的一些 给他的支持者 他的庄角 那你们就是找一些什么 找一些来做这些治水工程 或怎么样就把这个 其实是变成变相的一个绑窗的一个作用 这个好不好 其实是非常不好 这个我们 那这一个的话不管这样 他如果真的这样子做 因为这个还有刑事责任 这个检调单位还可以去查 还有一个 那这个当然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来讲 可能其实可能一般人也没有注意 媒体 那还有很多是什么样子 有些的话上一次的八年 那个六年八百亿的那个 黄红致死计划里面 其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的钱 我们也跟他批评说他是用什么 用景观工程来黄红 当然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做景观工程 这个是我们不是说你一条河边来讲 你把它美化吧 这当然是很好 但问题是最少我个人认为说 你如果说你机关首长你要做这个事情 你另外在编议算 你把这个河川把它美化 我把它绿化把它绿地这些我都赞成 但是你既然这个钱是要用治水的话 你不应该去把它拿来做这个用途 你把它做步道做什么 其实你要要治水 你应该是把堤房修好 把水坝组好 把这些才真的有用啊 但是我们知道说在上一期 很多的首长的话他就怎么样 拿了这笔钱怎么样 他就是去做一些什么 景观工程去修步道啦 绿化这些什么河岸啊怎么样 这个不是说他不对 只是说这个的话 跟我们这个钱的话用途 你可能他就把它变像这样做 你有没有违法可能没有违法 但问题是好不好 不好这个东西你如果真的要做 你另外再编议算来做 你如果把它做了以后 那真的台风或者是大水来了以后 你这些步道能够真的帮人民 维护到什么安全吗 所以类似像这些的话 都是我们 要来做在预算审查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是要来注意啊 注意说他所用的 我那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 我们预算法有没有给我们立法机关有一些什么 你可以附带条件 你可以指定期限 你这个钱一定要什么 你这个一定要公开招标 你不能够说采限制性招标 那你就不会说只有找你的装脚来做这样子 那你这些钱用途的话一定要跟他相关的 这个是我们对于预算审查的话 要不然来讲为什么很多机关所长他不愿意去做提访 不愿意去做做水坝 然后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这些这些什么景观步道景观公园 因为怎么样子 你如果去做提访 反正做了就是做了 然后看不看得到你的政绩 看不到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 把这个河边做一个公园 河堤公园什么公园 上面还可以 我这是某某县长或某某某某市长 什么什么盖的 老百姓如果来这边运动或散步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我的名字 会不会这样 会啊 但是其实这个是我们认为说 这个都是充当门面 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我们这种说钱的话 预算你还是要要做用到那个必要的地方啊 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来这边上课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真的在公共领域来讲 真的你用心做事情的话 真的是可以做很多的事啊 你如果说不用心的话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真的用心的话可以做很多事这样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缺失就是说考察会议会用 这个是不是必要啊 这个就现在各个公家单位有很多这些会议啊 考察的这些支出很也是太过于忽烂了 这个我有想举个更具体 我们对不起 我不晓得我们这边有没有台东来的啊 市长大家讲到这个之后 大家都很喜欢举台东 以前台东有个县长啊 连台风天都出国访问有一个女性的县长有没有 这个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台东来的 人家就觉得说像这种来讲到底一个县长来讲 这样子考察会议这些是不是必要啊 这些的话也是我们在议算审查的话也可以加以控制这样 那第九个的话就是 小金库 对不起我刚才少按了一个啊 第九个就是各机关 或各首长的小金库林立啊 因为我们知道说 预算来讲既然要经过监督的话 是不是会给很多机关首长 他们就很不方便 所以他们很多都会想办法的弄一些什么 这些小金库就是说他们可以用钱都比较有自由 那其实这个的话都值得我们来加以控制啊 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像雇工对不对 雇工其实雇工来讲这个单位算大不大 其实不算大 他是属于什么 他是属于其实算是一个三级单位啊 他是行政院下面所属的教育部 教育部下面所属的一个什么 一个雇工 所以他其实啊 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 但是像雇工来讲啊 我们知道雇工 我们有没有去过雇工 雇工他除了门票收入以外 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是什么收入 他们有卖那个什么 那个乙优雅有没有 他就是晃的那个艺术品 那个其实比如说像那个翠玉白菜 那个一个好像一千还是一千二 这个你说那个价格是卖一个是当然是假的是一千块 但是他那个成本多少 搞不好是只有几百块两三百块就做得起来 那利润高不高高 而且卖的好不好 非常的好 尤其是现在很多路客大路客来的话 你看一天的话像那个光那个翠玉白菜 一天不想卖多少了 但是这个你知道像这个雇工来讲 他就是要把这个卖这些什么 仿艺品 仿的艺术品的这些收入 他是什么单位在卖 不是故宫在卖 他是一个什么 员工消费合作社 这就是要变成他的一个小金库 你知道说我们一般消费合作社的概念 我们都是认个什么 像学校的什么 师生员工消费合作 大概一般只是给老师给学生一个方便 大概就是像一个什么 最多就像一个711这种的杂货店这样子而已 但是你想想看 那个故宫的消费合作社 他那个规模是不是只有一个杂货店 一个711这样 不是 那他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很大的一个小金库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在我们预算审查的话 我们也要注意到说 有没有各单位的小金库的利益 那第十个就是追加预算 或者是特别预算常态化 我们知道说这些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的话 既然是追加或者是特别的话 一定有他的一个特殊性啊 通常要不然是他的特殊性或急迫性 比如说像以前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921大地震发生之前 有没有人知道会发生大地震 没人知道 但是一发生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做互援互建 要不要花很多钱 那要花很多钱的话 那时候我们用 赶快动用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 合不合理 很合理啊对不对 但问题是现在很多单位的话 动不动他就是在什么 追加预算特别预算 就把追加预算跟特别预算常态化了 这些的话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 我们在预算审查也是要给他注意啊 尤其追加预算 特别预算常态化以后 往往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弊病啊 比如说像什么 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小案包大案啊 他可能在正常预算的时候 做一个非常小的 而且都没有问题啊 这个可能花个几千万或一两亿 你看不出什么 那你做了以后 那做了以后才跟你讲 讲说这个做完后面 还要再花个十亿八亿 那问题是说 你不给他花的 你不给他通过怎么样 他说头就洗下来了 你这后面你没做 他头上这么做的都浪费了 这个有没有问题 很多问题就会这样产生啊 对不对 他很多很多行政单位 他就是会用一个小案 小案养大案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编一个可能很少 五千万一亿的小小小工程 那这个工程你看起来都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做了以后 他才跟你讲讲说 这个一亿花了以后 你以后面的后续追加工程 如果不做你前面这些都浪费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都是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这样 好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是常见的疏失啊 当然是不是只有这些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只能举例跟大家讲 当然要讲的话还有好多啊 那我们接着再来讲的话 就是那我们的这些预算的审查实物啊 我们刚才讲的是介绍基本观念啊 或者样张啊或常见的 那再接着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那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实物是怎么审 实物上我们预算怎么审查 那我们也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是说 那我们审查的法源依据啊 因为其实这个立法院的审查预算 也是要依法审查 所以一定要知道说法源依据 第二个是审查的期间 还有审查的目的 还有执行单位跟重点 还有查核原则跟处理的阶段 这几个来跟大家加以说明啊 那我们预算审查的法源依据的话 大概有两个一个 当然最主要就是预算法啦 你在什么审查 其实我们知道说立法委员在审查 你看起来来讲 他是可以天马行空随便怎么 因为那个有人说立法院立法委员 也是一个演艺事业啊 那你要怎么表演怎么样 但是你在怎么表演来讲 你还是要有一个法律依据 一个是预算法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程序啊 一个是内容的 一个是程序的 你大概经过这两个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审查期间啊 审查期间是什么期间 因为通常我们预算审查 这个大家刚刚是不是讲过 我们预算审查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审查 我们是不是在他的会计年度结束之前 因为没有经过预算没有经过审查 他公务单位钱能不能用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会计年度结订之前就要审查 但是在这个审查之前的话是不是要编制 那我们知道说立法院其实他一年有两个会期啊 第一会期是什么每年的2月1号开始 第二会期是什么9月1号开始 那我们知道说2月1号那个会期的时候 行政单位预算编出来没有 下年度的预算还没有编出来 所以第一会期通常不会碰触到这个预算审查 那9月1号开始这个第二会期的话 就要进行这个预算审查 那预算审查的话 所以他的期间通常是在9月份开始 那9月份开始的话 他会我们知道说我们预算审查是包括行政单位 还有什么基金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行政单位的话 你如果说没有如期给他审查完毕的话 他钱不能用会不会影响他公务的推动 会 所以通常来讲立法院的审查会 把行政院跟所属机关的预算 先审这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是作业基金跟财级事业单位的话 你如果说万一比较耽误到的话 他可以怎么样法律规定 他可以按照他的先行运作的话 所以时间上来讲 我们会先审查公务机关 然后再作业基金这个 那审查期间来讲 我们说9月份开始进行预算审查 但是是不是说他9月1号开始 预算书送来我们就开始审查 不是因为你立法委员或立法院来讲 你预算书送来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一定要看不是看来就这样 而且他这个9月份开始的话 他会排在会议的什么中后段 所以真正预算审查的时间是在 9月份这个会期的中后段开始 那通常在8月份的时候 我们立法院会收到行政院送来的 这个预算书 那时候你们就给他看 报纸上就很多立法委员就在开始发言说 今年预算怎么样 其实这个的发言来讲除了争取 媒体曝光跟给行政单位 预告审查项目以外 基本上对行政单位 有没有任何耶稣力或实质影响力 是没有的 那审查的话 那怎么审查 审查的种类的话 其实可以一般在审查 我们可以分为两种审查 一个是策略性的审查 一个是专业性的审查 策略性的审查就是怎么样 我可能是基于我个别的政治立场 或政治目的 或者是政治主张 我就用策略性为主 所以他的审查是以政治性考量为主 另外一种是什么 专业性的审查 就是说以快审法规 查核技巧为主 他是我的审查来讲 我要给你审查是 就专业性给你进行审查 这两种的话 都是立法委员或者是立法院的 常见的一个审查 比如说像策略性审查 这个像最近来讲 不是有那个什么 台湾省政府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还有台湾省政府存在 最近有一个什么 郭冠英事件也没有 很多大台知道说 原来我们还有台湾省政府 那郭冠英这一个 他这一个郭冠英的话 他当然他在讲什么 他是高级外省人什么 这个台湾 这是一个鬼岛是什么样子 这个他个人的这些言论 他讲的这些的话 如果在国外 这个都已经是牵涉到这种阶级歧视的问题 这已经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但是我想这部分的话 郭冠英的这些言论的话 我想这社会自然会有公平 已经有各种的惑法 或者是说他也被免职了 这个我们就没有 但问题是比较可恶的是什么 他已经被免职了 然后他又怎么样子 在他退休前 他回任个几天以后 他就是要怎么样子 他就可以领退休金 而且一领可以领一千多万 那这一个的话 这个对于整个台湾人民来讲 这个可能感情上是可不可以接受 另外一个是说 省政府这样子做 对不对 有没有瑕疵 这个有问题啊 所以我们像我们台联党来讲 郭冠英在7月16号要退休 我们7月11号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个省政府主席 林郑哲找来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权序部的次长 叫他们做专案报告 那我们就认为说 主张说 这个郭冠英的这些任用来讲 他这个不是说他领钱的 而是说你要让他回过来领 来父子来领这个退休金的时候 你这个过程有严重的瑕疵 这个监察院已经什么 正式提出的纠正了 纠正是什么 第一个郭冠英的他的这些任用资格来讲 这一个他这一个怎么样 他这一个公告 公告六天来讲有太过因人设置 他公告六天里面 他只有其实有其中有三天是属于放假 那第二个来讲是郭冠英他本来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成绩是在倒数最后一名 结果那个主席 沈主席是一直把他加分 加到变成第一名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还沈正午要打电话去把另外一个 也同样去报名的人来讲也把他劝退 这个都已经是监察院写得非常清楚说 这个是已经是一个无效的任用 是致死无效 但是沈正午还是一直要聘用他 那所以那天那个林郑哲 那个沈正午主席 我就跟他讲得很清楚 我讲说如果说你这一个 沈正午他是用一个说 好就是等风头过了以后再付 如果说你们继续再 如果再这样子付给他的话 可以啊这个我就跟 我们台联党的立场 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就会把你的 因为你这一个钱这样子乱花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把 我们台湾省政府下一年度的议算 全部都把它删除啊 你问我说这个删除 这个有没有什么理由 没有什么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我们认为说 这个不合乎公益原则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考量 我就是要把你删掉 怎么样 来 郭冠英的案件是涉及到那个张柴良的政治案件 可能是一种筹庸的不法行为 对啊这个我想这个大概我想这个社会大家都有很多很多意见 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讲讲说这一步是另外好我想大家都会去都没有办法接受 对啊那我在想想说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就是认为说这一个的话就是在立法院来讲 我们可以政策性的审查 你问我说我们很有可能明年来讲我们就把台湾省政府的议算把它删掉 那你说删掉有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政治性的考量 认为说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我们表达我们我们台联党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不认同这样子的 我就把你删掉 这种的话就是一种什么政治性的这种审查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有一种是什么专业性的审查 那专业性审查就我可能我就是我要把你删掉什么东西 可能我就是有个依据啊 那这个就是说依据的是你跟你编的预算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规定 法律是什么会计审计的法规啊 你这个跟这个是不符合的 或者是说我查核的时候我发现说你这里面有隐藏什么 或者是有虚报什么 这种的话就是专业性的审查 所以我们审查的话大概可以分成这两大类这样子啊 那审查的话 议算审查的话当然我们知道说 议算审查就是由我们说行政院的议算要经过立法院来审查 那立法院有哪些单位来执行这个审查 其实立法院有真正有执行这个议算的单位有三个啦 第一个就是立法院有个议算中心 这个议算中心是属于立法院的一个什么 立法院的一个编制的一个单位 那这里面的议算中心的研究员他们本身都是什么 都是公务员啦 所以他是一个他是代表立法院来进行议算审查 那他的审查来讲他是比较强调中心原则啊 政治性较低啊 他也不会偏向比较不会偏向国民党 也不会偏向民进党或台联党 他因为这些人都是公务员的话 他们就是中心的政治性的 那常见审查的要件是什么 他们会比较比如说像有个很多单位的什么 营运机太多 业聘雇人员太高 财务结构不少 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很多都是什么 结构性的问题啊 这个是审查 但是这些问题的话 行政当然也很容易解释说明啊 例如你如果说他业聘雇人员太多 他就说这是配合人力精简 欲缺不补的真实 所以这种问题的话 你每年重复的发生很高 而且每年你今天干啥 他明年还是因为都是结构性的问题 他每年重复性还是会发生啊 那这个来讲 这种预算中心每年他们会进行 根据预算上去看 那他们会列出来 他们会列起出来很多问题 很多各个单位的这些预算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的话 这些题目的话 预算中心他们列出来这些问题 其实作用大不大 作用并不大 这种题目只有适合什么 他是一个幕僚单位 他这种题目适合是给一些什么 立法委员如果没有做功课 或者是没有适当题目的时候 拿出来问 因为我们知道说 立法委员来讲 有些立法委员可能也很忙 他可能地方上整天要跑行程 甚至有的立法委员还怎么样 事业还做得很大 他可能没有时间 但是立法委员你能不能说 在咨询的时候 审查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见 也不行 那这时候怎么办 他们有些立法委员就是 没有做功课 他就把这些预算中心 他们的这些题目拿来什么 拿来问 但是问这种题目的话 对于政党或对委员个人的形象 加分大不大 效果并不大 因为这些的话都是很多 都是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只是说代表你有发言 但问题是你的发言 有没有很多的作用 可能没有这样 那第二个来讲就是 除了说预算中心可以审查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立法院的党团 立法院的党团来讲 也可以也会来进行预算审查 那立法院党团他的 他的审查的重点的话 他常以党的立场来检视 执政党的施政报告 就整案来进行审查 例如像我们台点的话 我们反对马政府的亲中政策 他一直要跟中国统一 对不对 那我们反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立法陆委会的议算 是编的太高的宣传会 加以删除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个我把你删除这个的话 只是表达我的立场 我就是说 我们认为说 反对你这个政策 或者说像全年的话 美牛案对不对 那个里面有这个 我们反对他美牛 这个安全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但是国民党他人数比较多 他法案他还表决他通过 美牛案的话 虽然你表决通过 但是是不是就这样 我就没办法 我可以案子你通过 你一定要让美牛进口 但是我可以把你的进口 那个农委会相关的这些费用 全部都把你删除 你费用把你删除以后 你能不能做事 你不能做事 那当然 这个删除以后 国民党会不会 会不会想办法再把它推翻 再把它追加回 会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子 这个在表决的时候 我输你 但是我从议算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另辟战场 我们大家再来吵一次 所以很多党团的审查 他可能就是这种 政治的操作 就这样来运作 那第三个执行单位的话 就是委员个人 那委员个人来讲 就是说怎么样子 每一个委员可以 就自己关心的议题 来进行审查 因为每一个委员来讲 他可能 他的背景是不是不一样 像我来讲 我本身我来自于教育界 我会不会对教育问题 特别有兴趣 像今年的预算审查 我可能我会对什么 这12年国家啊 这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教育政策问题 我要不要来看一下 说他的执行效果 或者他的过程 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有的委员 他是来自于 来自于经济的 他会对经济问 企业家 会不会对经济特别有兴趣 所以说不同的委员来讲 就可以也可以来进行这些审查 这样子 那我们审查 你要审查些什么 审查的原则 第一个当然 我们要审查 他议算 他编的是不是有合法性 因为我们知道说政府他在编议算 他可不可以随便乱编 不可以 他还是要符合他的什么 法律的规定 那什么法律 当然就是议算法 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他说 你编的话 有没有跟法律 法律有没有相符合 如果说不合法的话 那当然就没有话说 你就把它做一些删除或处理这样子 第二个来讲就是说 就合理性来看他是不是合理 第一个是说 你跟他的施政计划是不是一致 比如说行政院长讲说 我们今年来讲 我们是一个什么 照顾 照顾我们的中低收入者 或照顾弱势 那你的他的施政计划 如果是这样 那你就来看 这个是你的施政计划 这是你口号这么讲 但是你真的有没有这样做 我可不可以拿议算来看说 你的这个社会福利支出比例是多少 有没有比以前多 这个我们要看 第二个来讲就是进行分析性的复合程序 什么这个是我们审计上的一个记者 分析性复合程序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财务报表 报表跟报表之间 科目跟科目之间 有时候有他的一些关联性 比如说一家公司的话 他跟你讲讲说 他都他都没有负债 你是不是就相信他都没有负债 不一定哦 我们可以去看 他说他都没有负债 但是我去看 他既然有利息支出 这样合不合理 不合理啊 你没有 你有利息支出一定是有负债 除非说你的负债是说 到12月30日这天你就完全都什么 就都还掉 那比如说像一个公司的话 你可以去看他说 或者一个单位的话 你看他 他有一些固定资产的变动 比如说有固定资产的减少 那但是他在损益表里面 你看不出他有什么 处分固定资产的损益 那我们就可以 是不是可以合理怀疑说 你固定资产的减少 除非说你是按照账面价值来处分 你如果不是按照账面价值处分 你要不然就是有处分利益 要不然就是处分损失嘛 那你如果说 你有固定资产有变动的时候 你没有这些处分资产的利益的话 很有可能这些处分资产的利益 跑到哪里去啊 跑到个人或私人的口袋去啊 类似像这种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这些 科目之间的他的合理性 我们来做什么 分析性的复合程序啊 那第三个是趋势分析 以历年比较是不是合理啊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预算来讲 大概一定都是他一年跟一年都有 他一定的关联性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要跟去年的比较 比如说他的用 比如说像用人会 这个用人会 如果今年用人士会突然大幅的增加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是不是这中间有哪些问题 那第四个就是结构分析啊 我们知道说某一些支出项目 某些预算它之间一定会有 一种比例关系啊 那我们就可以看说 比如说他的这些什么宣导会啊 广告会有没有大幅增加 比例有没有增加 那这些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 合理性这样子 那第三个 就是审查的时候你可以审查什么 就是政治性 那政治性的话 就是说什么 通常不外围的 第一个就是以情的怀应啊 这个像 像今年十二年国教 这个社会引起这么大的 这么多考生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在预算审查的时候 要不要对这个来加以关切 要啊 这个很多的 很多的 这个羽群的怀应 第二个是什么 政党的立场主张啊 这个政党的立场主张 就是说基本上每一个政党 有每一个正常的立场啊 比如说像台联 我刚才讲的 台联的主张是 环队跟中国往来的太密切 那你入委会一直 我把你入委会的费用 把它删掉这是什么 是一种政治表态嘛 这是我政党的主张嘛 那第三种的话是什么 地方的需求啊 尤其是有一些什么 区域选出来的立委 他要不要为地方争取一些议算 或表达一些那个 他需要做一些业绩出来以后 他下次选举的时候 他才可以宣传嘛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地方需求的考量嘛 这个可能这个地方需要什么 或地方要怎么 只有地方那立委还知道 你说一般人 那第四个都是什么 委员个人的需求嘛 这个可能每一个人 每一个委员 你有个人的背景 你可能对什么 我们会特别的关心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议算审查的话 他的处理阶段大概是怎么样处理 因为我们知道说 议算案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审查案子 那议算案也是要经过什么 经过三读会 那通常来讲 在一读会的时候 要经过三读会的时候 在议算审查的一读会的时候 每一个政党或者是 每一个委员 通常要提有足够的议算案 来凸显 这个该党的委员的努力 跟扩大影响力 因为你委员或者是政党 你都议算案你都没有提 你都没有提意见的话 那人家会想说 那你到底 人民会不会认为说 那你到底 你会不会做金来做假的 而且再来 你如果说都不提案的话 行政党会会不会最喜欢你 他会非常喜欢你 但问题是什么 他会不会怕你 反正你都没有意见的话 等于他这样会最好过 所以这个我们在一读会的时候 基本原则就是说 你也要做一些功课 委员不能偷懒 你要做一些功课 你要有一定的足够的量的议算案 但是也要注意 也不要太过于忽烂 以前曾经有一个立法委员怎么样 他在一读会的时候 他提出了 一个委员提出一千多个案子 一千多个案子 你知道那个是什么 那个委员结果是 他只 反正随便写一写 给各个行政单位 然后他其实他就是要怎么样 要你行政单位来讲 你就是要 要来跟他那个什么 跟他谈条件 他就有他的需求 甚至我都还可以再讲得更具体一点 那时候我还在当校长的时候 有某个委员 就提一个 就写一个通知说 他有什么意见 那你知道通常一个机关首长 像以前当校长 我接到这种东西 大事上应该是不用说 校长就直接跑去 但是最少 我要不要请我的会计主任 我的总务长去 跟他那个委员办公室 去跟他请议一下 请教一下 说这到底什么 那去的时候 他就很客气 他就开始跟你讲 没有啦 这个什么 你们办学办得嬉笑很好 怎么怎么样 讲一大堆 然后呢 有的校长如果比较高兴 就被骗了 他就会跟你讲 讲说某某学校 你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你跟你们 总务长他就你跟你们校长 讲你们学校校长办的绩效很大 怎么样 但是这个教育部队 你们学校 真的是照顾不够 什么这个什么 经费什么 没关系 那我来帮你 你们学校什么 我举例 说这个什么 LED灯 怎么样子 我要争取一个计划 我经费来帮你们改善这个LED 这个照明设备 好不好 他帮你争取经费 他甚至计划书也帮你写 你学校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然后就有一笔钱 好不好 很多校长如果不知道的 他 校长 比较高兴 会讲说这个这么好的事 天下掉天上掉下来的经费 有什么不好 很好 但问题是 你如果真的是配合他做了以后 这个配合他做了以后 然后他真的也帮你把计划 也帮你写 然后帮你经费 也去征集下来的 但问题是说什么 你要换这个LED 换这个设备的话 是他有他指定的厂商 那指定厂商的话 这个你给他想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想说 这中间都没有问题吗 这个中间就有很多问题 那你想想看 这个你在你学校 在你校长 好像多出来的什么 多出来一些设备 多一些经费 但问题是 这个设备这些经费来讲 比如说十块钱来报 搞不好真的是说 你学校真正如果说 你正常去买两块三块 三块就买 那中间就有很大的暴力 就给人家就这样子 那结果你有没有想到说 你这个学校 只是变成是人家的什么 洗钱工具吗 是不是 只是透过你这个工具 要争取一笔政府预算 然后这个钱还是人家拿走 这个就是类似说 这个有很多立法委员 真的是也是有在 做这种游戏的 当然这个立法委员 我就不要讲说他是谁 他现在还想要 还有要 以前还获得 有一些政党的提名 要选 要选县长 这真的是 有时想一想 这个说一读会的时候 我们说 你立法委一定要有相当的量 但是量也不能太过忽烂 忽烂的话 就很有可能有一些问题 这样子 到二读会的时候 通常在二读会的时候 都透过政党协商 大部分的预算案 就是要怎么样 要能够经过这些 获得处理 大概要怎么样子 大概意见也都 整条协和好了 大概真正在协商处理的时候 都在二读会的时候 然后到三读会的时候 就是我们整个的议算 就经过了确定 那这个议算的话 经过三读会的话 就经过确定 那也是最后的定案 那我们知道说 议算的定案 大概有两种或者是三种 第一种来讲 当然就是说 议算你把它删除 删除 或者是说 你不是把它删除 你把它不是把它删除 你说比如要删除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或百分之五 这个叫做统三 不管删除或统三 这个是议算审查的最后手段 会影响行政单位的执行 理论上来讲 是行政单位 是不是他最在意的 你把它议算删除 或删除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是不是他最在意的 但是有时候要注意 有时候行政单位 他会把不执行的责任 推给立委的删除 你把它删除 本来有些行政单位上 他本来就懒得做或不想做 你把它删除 他反而是这样 人民在冒着说 没有不是我不做 这个是议算立法院不支持 你被他删掉了 或者是说 这个你把它删除的话 他会把这责任 推给你立法委员 或者你把它删 才统删的话 你说这个 比如说某一个单位 比如说教育部 我把它或内政部 我把它删除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理论上也是 对他应该有杀伤力 但是有的时候要注意说 这个删除了以后 他回去以后 他这个机关首长 他有时候并不是等比例的删除 他的企业项目 而是他会 立法院给我删除百分之五 那我可能就拿来怎么样 因为有些单位是他喜欢的 有些是他不喜欢的 他就把这个删除的部分 调整他的什么 他要删除哪些 来处罚他这些不喜欢的 好物单位的这些空间 这个是我们在三独会处理的时候 一个是删除或统三 我们在理论上是说这些 删除或统三的话是对于他们是 行政是有杀伤力 但是有时候要注意他们有时候反而是 会操弄变成是说把责任推给立委 或者是说他去操弄 机关所长调整他好物单位的议算空间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怎么样 冻结啊 冻结来讲 其实我个人认为说 是行政单位其实较害怕的 冻结并不代表删除啊 你如果删除是说 你以后你这个事情你就不要做 冻结的话你工作你还是要做 但是冻结的话我就先把你冻结 然后等你来报告以后再解冻 那这个可能报告可能是三个月或半年后再来什么 再来报告再来解冻 但问题是你工作还要做的话 那有压缩到你怎么样 你执行的时间啊 那你如果执行时间如果被压缩到的话 你这个到年底的时候审计不结算 你行政单位就搞不好要受到处分啊 所以说这个冻结的话会压缩他们之前 是反而是比较有杀伤力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我们立法院这个议算审查的处理阶段 那我们接着的话最后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结议的话 我想就是说把这三个 其实我们是可以继续持续在有关议算审查的 一个是说大家都希望是理性议算 但是这个理性议算基本上来讲 是不是一个天荒夜谈 因为本来议算这种会计本来 我从一开始讲这种都数字很客观很具体 本来应该是大家都很理性 但是我们说议算来讲 议算审查除了是一个很专业性以外 另外来讲它还是很政治性 既然是很政治性的话是不是能够说充分的理性 有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一个天荒夜谈 有没有可能 第二个来讲是说见证预算 因为我们在预算审查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说其实预算是每年每年都在做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说预算每年都有它的延续性 或者是说相同性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说 我们如果说我们要让我们议算更有效的话 我们是只有对变动部分我们来审查 那如果例行性的我们要不要审查 我们就不要去审查 那这个是有这样一派的一个说法 但是这个后来来讲 大家也觉得说也不可行 甚至还有议算 还有美国那边还有发展出来 所谓灵机议算的这些观念 因为你如果用见证预算的话 那以后会有很多人什么 很多行政单位他最后要消化预算 我钱明明用不掉 我也什么 我也要把它用掉 要不然来讲就会什么 所以后来也有讲说用灵机预算 就每一年来讲都把它当成是零期这样开始 那这是见证预算的这些迷思 那第三个是有志天书的把关 难把关 这个就是预算的话 我们知道说预算书他绝对不是无志天书 但即使他是有志天书来讲 对很多人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很困难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是今天跟各位上课到这里 那通常最后这个现在距离下课时间刚刚好到 当老师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我当学生的时候那时候上课就迟到真的还会担心说老师会不会不高兴 后来我当老师以后我发觉说老师上课迟到都不用担心学生会不高兴 学生一定会说老师你慢慢来只差没有说老师你最好不要来 但是老师如果下课我后来发现说下课如果不准时下课我会发觉说学生会很做力难 你会看下面大家 但一开始我还很不习惯后来我就比较释怀 原来是因为人家学生他们有下他们下一节课要上有他们有他们的事情要做 有的人要去打工有要补习要什么你如果老师你把人家时间都赞助难怪人家会坐力难 所以我都尽量的说准时下课 好那刚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我们的校长我们的立委那校长请问一下我们这一班的学生到底有没有坐力难安呢 没有没有 没有 顺时下课 我们再度于这的掌声谢谢我们的校长我们的立委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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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客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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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休息20分钟 谢谢 休息20分钟 谢谢 谢谢